三点以后啊 关于谦他们又去了一趟圣彼得堡 那个时候呢 是这个苏联解体不久啊 这次啊 他觉得就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 记得当时他1988年的时候去苏联啊 你到农村是需要特别通行证呢 而且呢 你汽车一旦离开大城市一往外走 就会受到军警的拦阻 不像现在啊 随便走 爱怎么走怎么走 俄罗斯的农村呢 对这个关于谦来说啊 是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原因呢 是他从小就读这些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啊 看那个俄罗斯的电影啊 对这个俄罗斯的村庄呢 觉得有那么点印象 但是呢 从来没去过 这次呢 旅途呢 是一个这个小面包 那个带着他们 一行五人 当时呢 这个 这个格林娜就上次接待他们那个国务馆的那个 那个女的 现在已经升到了圣彼得堡文化局局长了 还一个呢 就是会说那么一点德文的一个陪同 叫伊利安娜的 另外呢 是一个会说点英文的一个年轻的哲学家 弗罗加 另外就是关于谦两口子了 他们呢 很早啊 就开车 就离开了这个圣彼得堡 完了呢 往北走 目的呢 目的呢 就是想呢 去到那个芬兰啊 跟芬兰差不多 大概也就一百多公里的那边有一个叫拉多加的一个湖 这里呢 那个天气啊 按这个俄罗斯人说啊 就是典型的圣彼得堡这一带的气候 没什么雨 也没什么太阳 完了呢 都是整天的灰灰的阴阴的 但是空气很湿润 挺舒服的 就是呢 就是拍什么东西啊 你觉得就没什么太大劲了 他们的车呀 先是走在这个大路上 走了大概也就七十来公里吧 就开始走到这个崎岖不平的小路上了 这一路上啊 就观前觉得自己的眼睛啊 就不够使的 首先呢 离开这个圣彼得堡啊 这一离开 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森林 一棵一棵的树啊 都高高的直接能够觉得啊 能够够到上面的云彩 而这个树的身上呢 都露着那么一块一块的那白斑 这个肯定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白花树嘛 这个列宁哥勒呀 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歌舞剧院 名字呢 就叫小白花树 记得呀 在这个中苏友好时期啊 俄罗斯人 比如说来这个金户一带访问啊 他甚至还给他们当过一些临时的那个翻译的时候 就曾经记得 干嘛起名叫这个小白花树啊 他们就说 说这个列宁哥那周围啊 全是这种树 现在他才知道 哦还真是这样 所以小白花树在这个列宁哥勒 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啊 嗯 这个名副其实 也不知道一直走了多长时间 反正是总算是离开了这段树林了 呃 当时啊 关于谦就在感叹啊 说你说这人家俄罗斯 真的 这树怎么那么多呀 咱们中国好像都被砍光了哈 也是 但是你现在你要到那个东北去啊 嗯 也就是快到边境那边 那树啊 才能粗点 剩下的都是咱现在新种的了 巴西 你知道吗 嗯 过去我记得 特别早了 得二十年前吧 你去的时候好多山都还突兀呢 后来也是那个开始这个飞机播种啊 或者是就是有成包啊什么的 开始种起来了 但是啊 都是因为咱那个呃 过去砍伐的太厉害了 所以现在现种的啊 你想在那个寒冷的地带啊 它本身就生长期就长 都特细 都特小 嗯 你只能够再往北 就是快到边境 我们那时候去到那个中苏边境啊 你真的就觉得啊 比如这条河这边啊 咱们就树特少 你再看人家那就 其实就隔一条河 其实你觉得气候啊 什么都应该差不多呀 人那边啊 草 树那叫一个茂盛 就没人没人砍 然后呢 关心他们就又来到了分 那个俄分大草原 俄分大平原啊 是就是芬兰嘛 主要就是这个通往芬兰的 就是通那个赫尔辛基的 只要你汽车呀 开的快一点 你差不多六七个小时 你就能到这个赫尔辛基了 呃 结果呀 这快一千就觉得挺奇怪 说我这都走了差不多七八十公里了吧 这路边咋看不到一块庄稼地呀 就是说没有一块地被开垢过 哎真的就人太少了 他他没人弄 所以你看在那个呃 就是咱们这边啊 你一看一个村子挨着一个村子的 那边就没有 根本就没村子 零零星星有那么一两个红房子 小小小房子什么的 反正就是呃要是有啊也是被荒芜在那 哎完了那地呀 你一看那个就跟咱们这北大荒那似的 真的是黑的那土 你感觉那个土啊拿的手里面一捏能捏出油来那种 这种黑土呢 大概一个是在北大荒这有 再一个就是我在那个清呃清藏高原哎 他们那个都就是上百年上千年啊 呃积攒的那个陈积的一腐烂了完了以后 那个厚厚的草皮子是这种颜色 你在咱们中国好多地方再也见不着了 那简直就是干巴巴的那土都已经被就是利用的哈 的荒的呀 所以土壤啊在咱们中国现在真的挺危机的 所以你要像在里边种东西吧 你就不停的往里边割化肥 不停的往里边割化肥 完了最后就恶性循环 呃 北京现在开始你能观察到啊 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就用那种绿肥来养这个地了 就是说呢我今年比如或者是冬天啊 我不种东西了 我就种那种绿肥让它自然的在这个地里边 呃生长腐烂 可是你知道我能见过那国外美国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今年种这边 完了我后第二年啊我我甚至后年我都不种这块 我换一块地种 人家那耕地多呀咱们没法跟人比 哎 汽车呢又走了大概有两个小时 这时候呢他们来到了一个合作社商店里前边 一看啊这商店啊孤零零的 显得那么的那个孤孤单单的 这可琳娜就兴高采烈的说走进去看看能不能买点啥 结果啊上边就一大图丁盯着一个小白条在那门上 今儿下午没人工作明天开门 这个呢结果啊这官员就把那脑袋啊往里边看看 想里边甭我怎么样里边有啥呀 结果一看里边空无一物 架子上就孤零零的放上那么几个瓶子 也不知道瓶子里边搁的是什么 这时候啊他们的司机啊就好像啊觉得有点窘啊 他其实挺不愿意让这个外国人啊 看到他们这种尴尬的这个景象的 于是啊就一个劲的催走吧走吧走吧 下个村也有商店 说起这个买东西哈 上次不是我说了吗就是接待了那个从俄罗斯来的那些女画家 完了呢这个就正好这个宋庄那不是一家挨一家的卖那个颜料啊什么的 把他们看疯了 一人买了那么一大包 这他们都觉得啊就简直是在中国太便宜了 而且啊就是有很多牌子 他们听都没听过 而且呢就是在咱们这啊 他们说看着咱们那画家拿那画刀在那上边划划那么厚厚的往上比划 头一句就光说太肺炎料了 然后就跟我们聊说我们绝对不敢画那么厚的 你比如说你想表达一个什么或者让它更丰富啊 其实你这个油画是画的变数越多越好 哎他们就说不敢太浪费了 我们就薄薄的一层把我们的那个想法表达出来就行了 他说真的太贵了 哎呀就简直在那个商店里啊就不出来了你知道吗 说吃饭了吃饭了不吃不吃哎呀就看哪挑啊 在他们那啊他跟我们讲就是都是进口的 呃没有俄罗斯本土的 连个合资的工厂都没有 所以其实你想想在那开个开个这样的厂子多好啊 要不把咱那的那合资的或者咱们那的给弄那去倒不倒吧 真的挣钱 他就是说像很多这种的这种啊 他是不屑呀还是什么呀 因为其实你按说啊 他呃这个需要的这种生产线呃不用花太多钱吧 反正就在他们那贵死了贵死了 就等于相当于咱们这你乘三乘四吧 就这种的 呃好接着说说哪吧 说下一个地儿还有村庄呢 然后啊这个关键就想了村庄 我们这不是已经到了村庄了吗 怎么就看不着一个房子 于是啊他们的车继续往下开 这时候哦看见点房子了 可是呢这时候汽车啊也开始晃悠的厉害 因为啊这个路啊 他因为这老来回压老回压啊 高低不平 你让这个路面啊他平也不太实际 因为什么呢 他是那种冬天一迷命了啊 这个春天在一化雪啊什么的你想想那车一压过去 完了你不可能够说在这种地方你给弄什么百油马路啊或者什么的啊 而且他就比如说冬天你特动啊他容易裂 哎损耗也厉害 所以啊哎 铺点碎石什么的哈 人太少不知道 这个终于他们来到了要去的俄罗斯的村庄了 这个关于谦呢还记得高尔基啊不是在他那个童年那本书里边就这么形容过 说周围啊都是千紫挖红的那种草 嗯 但是呢显然已经在褪色 每一小时每一小时你感觉他都变得更苍白 土地已经耗尽他饱满的夏天气息 只散发着寒冷的潮气 一切一切静悄悄每一个声音听起来都像是巨像 让人不寒而栗 寂静拥抱着这个整个大地充满着整个心胸 听着多恰当 真的一点错都没有 就感觉呀你就到了一个死寂沉沉的一个世界 周围一个人你都找不着什么村子呀 简直感觉就像是一处坟场 遍地都是碎石乱码什么的 所有的那房子窗户啊 就剩一个空壳了 多了也没了 显然这个房屋的样式呢 你看着啊虽然不难看 但是呢都是那种斜屋顶的啊 木建筑什么的啊 叫木克勒 木克勒还叫木克勒 木克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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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双层的有单层的 诶诶我在那个就是中苏边境呢 你看他们的木克勒啊 真的一个钉子都没有 特好完了以后 它弄的啊也特别暖和 呃一般呢都会离地面啊 一层再离地面 它有那么40到50公分的有一个距离 为了什么就是忘了 为了让这个潮气啊 别出别别别上来 所以呢你要进到这个家里啊 一定会上几个台阶才进去 呃 说哪了 嗯 这个你能看见这个村庄啊 那个油漆呀什么的啊 都已经剥落了 完了呢墙板啊已经开始发黑了 发黑就是因为潮嘛 发霉 有的呢更是那个啊 就是这儿坏了啊 或者这个木头朽了 直接在上面夹一个板子 反正你感觉这个房子啊 就跟一个人衣服似的 夹了一块补丁 这儿夹一块补丁 呃 关于谦就记得呀 他在芬兰的时候 他也去玩嘛 那罐的农舍也都是这个木头做的 但是呢 都把它呀 漆的都是各种的鲜艳的那种不同的颜色 你一去那儿啊 你感觉就是一种生气勃勃的感觉 而在这儿啊 全都是这个感觉呀 就是颓废萧条的那种感觉 嗯 就好像啊 就二战了以后 战争完了 这块都没修过一样 你就想吧 这个社会主义在这儿忙活了七十年 就把一个农村就离着这个 呃 圣彼得堡其实还没多远呢 按说你想想 这个圣彼得堡这一带啊 应该算是这个俄罗斯 气候这个土地水都很丰富的一个地方 你说他农村还能这样 那你想想怎么办呢 那更别提那北边西边是吧 撇下这房屋和公路你要不看呢 你要单单的欣赏大自然 那真的是太美了 呃 而且啊 各种的这个小溪 在这个森林里边啊 穿来穿去的 错落有致 这个还真是 呃 你在这个森林里边啊 呃 你从这个俄罗斯的很多的这个作品里边 全都是给你形容着 在树林里边 他们沿着小溪在走 嗯 这时候啊 嗯 他们就进入了一个呃 正好看到有一个生产队长的一个家里边 这里呢 你一看啊 这院子啊 堆得个乱七八糟的 又是碎钢又是乱铁的 完了呢 杂草也没人清 就那么的呃 在这个破院子里边 完了那个前屋那走廊啊 你你往那一站啊 因为突然从一个亮的地方到那 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 而他这个前边那个屋子的那个窗户啊 他已经把那个木板啊 整个封上了 他就不让你那什么了 他就为了保暖嘛 而这时候呢 突然就听见那门呢 嗯 想了一下 这时候呢 就出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一个农村妇女 嗯 一进到这个屋里啊 哇 你看那屋里边真好 温暖 干净 哎呀 我也觉得是哈 你说他这个 有跟咱们好多地方 那个相像 就是 他外面不整 你都没心思还是怎么了 那也是你的那个眼睛能看见的地方啊 尤其我们这个长江以北 太明显了 就这院子啊 真的不收拾 随便扔 就是什么破轮胎呀 什么那个破架子呀 就往那院子里一扔 哎 可是你一过了长江 你一看啊 连那破砖头破瓦 他都给你整整齐齐的摆在这个院落里头 这真的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文化 他但是他为什么就 我就觉得 沾的明显 不信你们从这个江啊 这桥一过去 就不一样了 他怎么就差别那么大呢 呃 这时候啊 把这个女主人把他们引到了一个会客室里边 里边啊 又是彩电 又是沙发 又是桌子 又是柜子 另外呢 还专门有一个餐厅 长长的一个桌子 上边呢 呃还能容下 能坐下七八个人呢 这是关于谦啊 第一次来到这么偏远的这个俄罗斯农村 而呢 而且啊 是一个中国人 大概这个女生产队长啊 这个五十多岁这个农夫啊 也有点紧张 一会呢 他就拿出来了一碟啊 这个俄罗斯著名的那个黑面包 哎呦 这黑面包好多人都说爱吃 我是真吃不下去啊 那真拉嗓子 一会呢 又端出来一大碗煮好的一个新鲜的鱼 放在这个桌子上 呃 另外呢 又拿了点茶杯呀 糖块什么的 呃 感觉他那个手忙脚乱的 过了一段呢 才开始 哎 关于谦说你能不能坐下来跟我没事 聊聊天就行 原来呢 这里呢 是一个鱼农结合的一个乡村 过去呀 真的挺富有的 有差不多有好几百户人家在这住了 现在年轻人全跑了 只剩下五五六十户这个老人了 而且呢 也多是靠打鱼为生的 这个生产女队长 他老公呢 就是没打一公斤鱼 便可以从这个合作社里啊 拿到十二戈币 十二戈币相当于多少钱呢 相当于0.2美元 那在九一年呢 就是三十七卢布相当于一美元 那就还不到一美元 0.2 由于这个合作社啊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运输工具 所以啊 这鱼 你等于就是坏在这儿了 也就臭在这儿 而彼得堡那边还吃不着鱼 每公斤呢 你要吃 在这个彼得堡啊 你至少得要那么个十几个卢布呢 于是啊 这个关于谦就说 哎 那你们干嘛不专门搞一个部门 就专门来这儿收购鱼多好啊 完了以后 跑到那个彼得堡去卖不多好吗 这不赚大钱啊 结果这个这个格林娜就说 他说呀 我们这苏联人啊 在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下啊 生活了七十年了 没有人想做什么生意 没这脑子 再加上啊 这合作社呀 也不允许你把东西卖给私人 这九十年代初呢 你我们这儿啊 现在还在行使的是过去的那个农庄制度呢 谁也没想改变它 反正啊 饿不死 就这么着吧 这个土地呢 在这里啊 也没人愿意种了 因为什么呀 都不想去工作去了 那机器啊 要么是旧的 要么是坏的 反正也不是自个儿的 呃 这修理工呢 干脆我呀 呃 我上城里边 我呀 赚大钱去 没机器 你想想这农民 那得了吧 这庄稼就在那地里烂着去吧 你想想我拿手一点点去搁去 那得什么时候去啊 再加上那一大片地 我从这搁到那一头 这一天就过去了 呃 其实啊 这时候啊 这个集体农场 你应该说 几乎在这个俄罗斯 已经算是瘫痪了 因为过去呢 比如说一到秋收啊 什么的啊 还会这个国家啊 给你把这个军队啊 大学生啊 呃 逼着都得来 啊干嘛呀 就就跟咱们那里的 必须下乡 我们那时候小学的时候都都都帮着 呃 冬天帮着那个 收大白菜 我记得啊 我们小学一年级 就去帮着收大白菜 那大白菜真的 我一抱啊 我根本就看不见前面的路了 所以我们同学就有一个 但是不是我们班的 但是是我年级的 我们都排着一长六啊 一人抱一个 有的人呢 就觉得自己牛啊抱俩 我是真抱不懂 就抱一个 那你还看不见 只能歪着头 才能看见路 结果有一个小孩就掉进了一个那个化粪池里了 那个那个化粪池是什么呀 他冬天了嘛 他接了这么厚的那个 呃 上面一一一一刮封那个土 你感觉是上边是一层那个硬的那个土壳啊 但是你重量一上去 哗一下那小孩就掉进去了 哎呀我记得那家长还在我们学校贴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大字报 孩子就这么死了 那时候叫什么来着 织农 嗯 嗯 夏天呢就是帮着 呃 割麦子 嗯 插秧 呃 插秧的时候那个那个水就直接钻在腿肚子里边 完了 我都知道大家都我还围着小孩跟不懂啊 哎呀什么东西啊 完了那个看老师那老师都特有经验 拍拍别那么着急别瞪哪 在旁边嚷嚷 哈哈哈哈 哎呀 其实我想想小时候一二年级没学什么东西 每星期一还让你学工 学工干嘛呢 就学校弄了一个那个小工厂 加工 加工做玩具你知道吗 等于你现在这些孩子啊 呃等于这学校靠你做了好多玩具 他拿出去卖去了 我们就记得做过那个爬猴 弄一根绳 一根猴啊 他这么一瞪一瞪那猴子就往上爬 哈哈哈哈 都做好多呢 好我们下期接着讲下期见 OK